得知周芷若被辱 暴怒的张无忌重出江湖 他遭遇强敌被黄山女所救 红为射雕三部曲的主角 郭靖正直憨厚 对感情说意不二 杨过狂傲不济 对爱情更是痴情专一 唯有以天主角张无忌优柔寡断 直到以天涂龙即落下剧中的帷幕 左右逢源的张无忌仍没有选定自己的配偶 可见张无忌的未来还是充满了变数 他是和周芷若还是和赵敏结为夫妻都是有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 张无忌还可能会回中途办事 他为什么要回中途 是为了明教还是为了红颜家人 笔者认为 张无忌可以为了赵敏退出明教 也可以为了周芷若重出江湖 在以天的末尾 张无忌练成了九阳神功 乾坤大魔仪 太子全剑 以及圣火令上的武功 可谓是喊逢敌手所向披靡 冲锋陷阵是张无忌的强项 但打理帮派却是张无忌的软肋 果然没过多久 朱元璋就接着赵敏是蒙古人大做文章 引要张无忌在兄弟和女人中做一个角色 赵敏不堪欺扰 答应退出明教前往蒙古 赵敏身旁的张无忌也跟着赵敏急流问退 二人一同远赴蒙古 打算过着无忧无虑的归隐生活 张无忌低估了朱元璋的阴狠毒辣 根据真实的历史来看 朱元璋夺取了明教的胜利果实之后 开始残杀 功臣就降 并对蒙古展开了八次围剿之势 而赵敏的历史原形是观音奴 他被朱元璋活捉之后 强行嫁给了朱爽 没多久 观音奴就成了朱爽的陪葬品 另一边的张无忌凭借一身武风 虽然杀出了重围 但他也得知了赵敏被朱元璋所掳的消息 长言道 乌漏偏逢连夜雨 张无忌还没走出控制赵敏的悲伤之中 这里又收到了千里之外的飞鸽传书 原来宋青书在少林寺被于连州 打成废人之后 并没有被张三丰所杀 上了五当山的宋青书 对着张真人嚎啕大哭 表示愿意痛改前非 使心隔面 张三丰见宋青书痛哭流涕 动了侧隐之心的他 仰天常态 然后挥了挥手 张道彤带着宋青书回访休息 古人云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宋青书也不例外 宋青书不但没有感谢张三丰的不杀之恩 反而绞尽脑汁 伺机报仇 眼见朱元璋与一见风 招兵买马 宋青书竟暗中与其勾结 这个时候的朱元璋争讨四方 恰好得了一本能够接骨附金的神赵经 为了笼络宋青书 朱元璋将神赵经送给了宋青书 宋青书直练了三个月 已是神清气爽 比起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 宋青书的记忆力和武学天赋 也不在张无忌之下 当年他在周执若手里 得到了降龙十八掌 和九一真经的修炼口诀 为了一雪前耻 宋青书一改往日第二锒铛的陋习 开始早晚无处的勤学苦练 历经多年的修炼 他将降龙十八掌 和九一真经融会贯通在一起 达到了刚柔并济的至高境界 神功大成之后 宋青书当即奔上峨眉 凭借降龙十八掌 和九一真经的威力 宋青书横扫峨眉一脉 就连峨眉掌门周执柔 也被宋青书火捉 多年不见 周执若仍是貌若天仙 妩媚动人 不过 在宋青书的宁笑声中 周执若晕了过去 周执若醒来之后万念俱灰 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学了下来 用飞鸽传书告诉给了 身在蒙古的张无忌 最后周执若掏出一条仇袋 挂在悬梁上自禁而死 主元长乃一国之君 身边高手如云 就算张无忌想报仇 也是力不同心 狮子还是要跳软的捏 张无忌一般思索之后 决定先找宋青书报仇 但张无忌哪里想得到 他的九阳神功 需要童子之身的加持 自己在蒙古和赵明 有了雨水之欢 九阳神功早就大打折扣 加上张无忌 在蒙古的时候 荒废武学多时 而宋青书却是古恋多年 如此一进一退 二人的武功修为 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果然张无忌和宋青书 只拆了两百个回合 他就被宋青书一记 刚猛无比的抗拢游毁 打在了肩上 张无忌犹如一个稻草人般飞起 重重落地之后 张无忌一挖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宋青书甚至夜长梦多 当即趁胜追击 试图将张无忌击毙当场 就在这千军一霸之际 黄山女飘然而至 黄山女和宋青书 斗了两百个回合 剑路下风 幸好古墓派的轻功 仍是当时一绝 只见黄山女 顾得一掌排出 身子却借着掌力向后几跃 宋青书眼前一花 黄山女和原先倒地 受伤的张无忌都不知所踪 古墓密室里 黄山女借助韩玉床 替张无忌运功疗伤 在黄山女悉心照料之下 张无忌的伤势很快就痊愈了 黄山女对张无忌说道 如今的宋青书已成了天下第一 就连武当派的张三丰 也被他偷袭打死 天下间唯有一门武功方能击败他 这就是我祖父自创的神功 黯然销魂掌 张无忌悟性极高 在九阳神功以及乾坤大挪依的加持之下 他只花了数个时辰 就将黯然销魂掌连城 对决之日到了 张无忌使出浑身窃数 和宋青书大打出手 一想到赵敏成了他人的妻子 生不如死 又想到周芷若惨遭凌辱 香消玉云 张无忌的凶意见 黯然神伤之情 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张无忌万念俱灰之下 不知不觉 使出了黯然销魂掌的最后一世 魂不守舍 只见张无忌面无人色一般的念着口诀 相思无用 唯别而已 别妻若有定 千般煎熬又何如 莫道黯然销魂 何处柳暗花明 此朝一出 宋青书哪里避得了 喷一声响 宋青书胸口重重挨了一掌 随即狂喷鲜血命丧当场 经此一意 张无忌身心疲惫 他知道宋青书虽死 但朱元璋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自己唯有和黄山女隐居古墓 再也不过问江湖的是是非非